好 这个今天的话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repeat sentence的练习 以及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下面选择的题目呢 是那个PTE官方出的 那个score test b卷里面的题目 在我们做之前的话呢 有几个注意事项 我要强调一下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你在考试 也就是你在硬试的当下 你需要注意的问题 你在硬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很关键的是 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 也就是这个地方 你是一次性听10到12句话 不能说我前面听了几句 然后我累了 我后面没有跟上 所以你始终需要注意的是 注意力集中 然后呢 听一句忘一句 听一句忘记一句是什么呢 也就是每一句都是新的开始 不要因为有一句话没说好 下句话在开始说的时候 还带着上面一句话 这个痛苦的回忆 就是一个 好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听你听得懂的单词 不要纠结 不会的单词 和没听清的内容 第三点 那么也就是你最最重要 在考场上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的能力怎么样 你听懂多少 你的词汇量是多少 都已经固定了 所以你上考场的时候 你极其需要去注意的是 把它给它说好 说好也就意味着 注意这个流畅度 和发音的清晰度 然后呢 不要模仿 speaker的语数 好 那么这个其实是最最重要的 我把它highlight一下 好 下面的话呢 这个大家 一共五个句子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分析 好 这个我稍等一下 我调看一下音量 扬声器 OK 好 好 这个地方我就五句一放 好 第一个开始 这些语声器 Students must observe Life Safety Students must observe Life Safety Eglation at all time It's the words of common occurrence that have different referential value. The office said Dr. Smith will arrive later today. Student services provide help with something and transport. A study-scale seminar is for students who require assistance. Okay, so the five words we have here. After that, I probably knew that I made two small mistakes. In the first part, I said that the regulation is not clear. The fourth one is not clear. The fourth one is not clear. The fourth one is not clear. But when I said the moment, this is not clear. The fourth one is not clear. The third one is not clear. 听听十遍听一百遍把它听懂 不是的 那么你平常练的时候 你练的是什么呢 你练的是 有单词不熟 如何仍然把认识的单词说出来 必说流畅 你练的是这个 好 那么这个地方你要知道的是 你的shorten memory有限 比如说第一句话 好第一句话这个地方 我再来放一遍 好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听完了之后 我把它的文本给大家看一下 Students must observe Left Left Safety Regulations at all time 好 那么这个地方很多同学在去做的时候 习惯性的觉得 哦 这几个单词我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你的shorten memory有限 你不可能把它所有都说出来 所以的话呢 你保证你说的完整 你可以直接是 Students must observe Regulation at all time 可以 因为什么 它的批评标准是你59%两分以上 但是不能说因为我在说的时候 我拼命的想去把它说出来 以至于我卡了 这是一个 那么也就说这个地方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什么呢 你去看文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这个单词我都看得懂 我都认识 但你重复的时候 复苏不出来 这是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shorten memory 没有办法进那么多 所以最重点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跟上它的句子结构 这个地方就反映在我们的第二句话里面 好 第二句我再放一遍 好 这个地方在去做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去模仿 什么什么 is something common referential value 好 这样子说就非常的卡 所以那么什么就要再跟上自己结构 你在听的时候 一上来听到就认识就记住 is 他说的是is the word 好 你后面要没听清楚无所谓 反正你知道是of后面的 不管它 等你下一个听到的时候 你听到了that 你反应要快 that后面是什么 that后面一定有什么 有一个动词 并且有冰语的 这是一个好 所以那是词又你又容易记 你就把它记住了 that have different 没有听到 referential没关系 that have different values 也就是这句话你至少可以说成 is the word of something that have different values 这是一个好完整的是什么呢 完整是is the word of common occurrence that have different that have different referential value 所以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词你一看都认识 但是你听到这个地方说你反应不过来 所以但是的话呢 你不怕它为什么不怕 你反正知道是在of后面的 is the word of什么 所以我把这个common occurrence 我换成别的单词 你不认识照样不认识无所谓 你能够说出来是这一串 但前提是你不要听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纠结 你一纠结后面就整个就没有了 好 那么最后强调一点 平时练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考试的要求 进去模拟 而不是说把一个句子反复听 好 那么今天的repecentive讲解 我们就先到这边